早前Acer公布了它們今年新出的一部裸眼3D高家Gaming Laptop Acer Predator Helio 300 Spatial Lab Edition 現在已經在我手上了 今次跟大家說一下這部機給大家體驗之餘 以及效能測試之外 亦都會跟大家說一下在這部機的裸眼3D的體驗 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Wallace 這個頻道會跟大家分享不同的手機、平板和手提電腦的資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就記得按個訂閱鍵 按旁邊的鈴鐺 有新影片的時候就會馬上通知大家了 今代Acer Predator Helio 300這個系列是改善了多少 令到今年這個系列比較好推介 設計看器 這部機的機身頂部、鍵盤位和旁邊的port位都是金屬質料 機面的設計就比較低調 只是細小的logo在上面 而右下角都會看到Spatial Lab的logo 機身金屬面打磨得挺漂亮 摸上手挺舒服 金屬面用上都會黏紙紋 不過就不算很厲害 用纖維布都可以清得走 它亦都沒有ROG或者其他旗艦的Gaming Laptop 亮光燈的設計 只有一條很細的RGB燈條在第一部中間的位置 至於底部都是用一些質料比較入門的塑膠 看起來就沒那麼漂亮 造工這部分我覺得它金屬機面做得挺漂亮 機身都挺簡潔 重量2.9KG 連接充電器就去到4KG 重量絕對是Gaming Laptop最重的批 但以一部15.6吋的電腦來說 這個重量也挺誇張 其他機器要去到17吋才去到這個重量 螢幕可以單手開的 不過開機螢幕震動就比較厲害 要等一等才可以停得到 不過普通日常用就沒問題 螢幕就不算最鮮 扭的話都會有少少變形 以及螢幕都挺厚 厚過我平時用的Gaming Laptop 至於鍵盤面的變形 日常打字沒問題 要大力壓下去才會變形 不算最硬的金屬機面 不過跟塑膠面相比就會好一點點 插孔 左邊是Cansel Dunlock RJ45 USB-A還有一個3.5mm headphone jack 右邊是兩個USB-A頭 其他port位就在後面 後面是一個電源頭 一個Thunderbolt 4 一個HDMI 2.1 然後一個Mini Display 1.4 HDMI和Mini Display是接入獨立顯示卡 而Thunderbolt 4就接入來自顯示卡 USB-C可以支援PD 讓你應急使用 螢幕是一塊15.6吋4K 60Hz IPS panel 比例16比9 色準實測 SRGB100% Adobe RGB100% DCI-PV92% Delta-E小過1 以及它是光面螢幕 即是色會好過防反光螢幕 這個螢幕的4K解像度 色準高 用來工作或者創作者工作的細緻度都很好 而我自己暫時用手機都是比較喜歡不用OLED 所以它4K IPS 是做到這個色掌 我自己覺得是OK的 是沒有OLED螢幕那麼光 以及沒有那麼高的對比度 它的亮度最高都是300-400Nits IPS螢幕來說算是不錯的 不過不支援HDR Netflix和Disley Plus Windows App 就支援HD 不過用Edge就可以播放4K 其實用來拍攝影片都挺正的 我覺得 但比較尷尬的位置 就是它在一部Gaming Laptop 大比60Hz的螢幕 以及這個價錢的Gaming Laptop 都是比16.9的螢幕 沒有16.10 我自己覺得如果它用QHD 16.10 但是比較高刷新率的螢幕 以及用同樣色準的螢幕就完美了 不過我不肯定是否因為 要配合它的螺眼3D技術 而用到這個螢幕選擇 另外因為它的頂部要放螺眼3D模組 又是16.9這個比例 所以螢幕全平體驗來說 它就不算是很好的一個螢幕 接著到喇叭 兩邊底部的喇叭支援DTS-X Ultra 可以給你調校不同的聲音profile 不過整體來說都是偏高頻 沒有什麼低音的調校 我自己覺得音質來說就不算很出色 前鏡頭是1080p 不支援Window插路面部解鎖 而兩邊你會看到螺眼3D用的鏡頭 這個是AZER Predator Helios 300 Spatial Lab Edition的前鏡頭測試 以及收音效果 接著講一下鍵盤 這個鍵盤是薄膜的鍵盤質感 鍵程和鍵的尺寸用落就不大問題 鍵盤的排列都合理 亦都有全尺寸的方向鍵 有Lump Pad 以及Function鍵的擺位都是方便使用的 打字手感我覺得都OK 未算最好打 不過我覺得整體來說都不錯 另外鍵盤是各鍵獨立RGB的調教 可以去Predator Sense調教閃的Pattern 連Function鍵都會亮 你也可以自己調教每一個鍵怎樣閃 而RGB燈也可以調到很光 旁邊看都會漏光 不過整體部分都差不多 至於Check Pack就是玻璃質料 摸上手都順滑 操控雖然都是夠長 不過尺寸就不算很大 按下去的手感我自己覺得偏硬 用來就不算是最舒服 刷機這部機都不算難 它用是比較普通的螺絲頭 只要打開它 然後記得在機背那條BAR開始鬆一點 扣 然後捉緊後面的位置 這樣用膠片鬆了扣 才可以拆開底 RAM槽會有金屬殼 裡面會有散熱條 裡面會有兩條M.2 PCIe Gen4 SSD槽 以及兩條RAM槽 RAM就在用Samsung DDR5 RAM 還有一個Wi-Fi卡槽 Wi-Fi卡是用Kewler Wi-Fi 6E的LAN卡 而兩條SSD是在用Railing 所以速度很快 接著我們看看它的效能 這部機配備的是i9-12900H 32GB DDR5 RAM RTX 3080 8GB VRAM TDP 150W 而這個時間出的這個價錢 它的配置就不算是最高 如果它用i9-12950HX或更高CPU 用16GB VRAM的RTX 3080 Ti 再推高GPU TDP的話 我覺得會更好 不過怎樣也好 我們看看它的效能 CPU效能 Geekbench 5的表現很出色 表現暫時是手上試過的 Gaming Laptop裡面最好的Pi Cinebench R23的效能 跟其他同代的CPU相比 它的效能都是中上的層次 至於顯示卡 它有RTX 3080 不過今年試的RTX 3080 Laptop不算多 以及它不是用RTX 3080 Ti 拿回之前試過的機器 以及拿一些比較高效能的 RTX 3070 Ti去比較 你會見這張8GB VRAM的RTX 3080 表現得都真的不錯 有可能在今代的12代CPU 帶來的表現提升 創作者效能表現 Puture Bench for Premiere Pro 和 DaVinci Resolve的表現都很不錯 試過的機器裡面表現都挺好的 輸出速度去比較 Premiere Pro的表現不算特別好 不過以DaVinci Resolve去比較 吃得盡GPU 它的表現都是中上的 只是Videos這部分 MacBook Pro都是領先 至於Blender Blender的GPU表現都挺好 不過預計如果用16GB VRAM的RTX 3080 Ti 應該會有更好的表現 至於Vray 它的CPU表現不算特別好 但計算GPU表現就很不錯了 遊戲表現由於它有4K螢幕 我們試完1080P、1440P和4K的效能表現 1080P和1440P不開光追 就一定沒問題了 你駁個外置電競螢幕 就可以用到高刷新率去玩3A大作 不過如果要去到4K 其實不開光追的情況下 4K大部份都是50幾微到60fps 玩樂會偶爾感覺到Drop Frame 暫時GAMING Laptop上面 就算是RTX 3080都好 表現都還未算最流暢 不過50幾fps都未至於玩不到 其他試過的這幾隻 1080P和1440P都可以過到60 不過去到4K就只剩下40fps或以下 最好都是用1440P去玩這幾隻遊戲 至於槍遊戲 它有Max Switch可以提升到效能表現 如果要推到60fps 開4K也可以 Battlefield 2042 50多fps 但是開盡DLSS的話都應該可以 不過如果計算光追的表現的話 跑分Port Royal大概是跟去年RTX 3080 16GB VRAM的表現差不多 實際測試下1080P和1440P開光追和DLSS玩的話 全部都有很不錯的表現 全部都過到60fps 是Cyberpunk 2077 Spiderman兩隻1440P光追下只剩下50幾fps而已 但是如果用4K開光追的話 就完全不行 它的打機表現整體上會好過RTX 3070 Ti的手機 至於分別有多大 大概拍攝它比之後 就大概10%左右的提升 至於如果只看到這個差距 令不令你選擇更高效能的RTX 3080 就自己考慮了 接著說說散熱表現 散熱設計這部機官方說是用Liquid Metal和第五代的Aero Bay 3D風扇 機身左右兩邊都會有出風口 機背都有 而頂部出風口都有幫忙去散熱 散熱去看AIDA64加Firmask的壓力測試表現下 顯示卡表現都真的不錯 可以推進150W 溫度77度 而CPU就是40W 溫度70幾度 試試它的極速模式 效能跑分上表現和Turbo Mode相比其實差別不大 但是Turbo Mode的晶片溫度表現就會好很多 差了差不多10度 Default Mode和Quiet Mode的溫度表現就差不多 不過效能就會弱一點 至於表面溫度 在Turbo Mode的情況下 表面溫度出風口可以去到40幾50度 不過鍵盤面可以壓得住40度以下 至於極速模式的鍵盤面溫度會熱一點 高大概2度左右 但整體溫度上就不算很熱 至於它的散熱效率反映了它的風扇聲音上 Turbo Mode開盡風扇風扇聲音很大 基於效能上 極速模式都夠用 差別也不算很大 所以大部分場合用極速模式都已經很夠了 接著講一講它的螺眼3D使用上的體驗和表現 跟機會有一個Spatial Labs Experience Center的程式 只要你開啟它 教授用什麼 shortcut開啟螺眼3D效果 當你入了遊戲之後可以按鈕開啟這個功能 如果你想知道什麼遊戲可以支援的話 可以用影片連結給你的連結按上去看 我嘗試一下形容一下感覺 我們用God of War看看 這遊戲支援原生3D的功能 當開啟之後 我錄影時可能會看到好像有殘影一樣 但實際上跟你玩3DS那種有類似的感覺 會覺得有東西突出出來 立體感和層次感真的大了 真的好像呈現了在你眼前的3D的感覺 可以體驗到的3D感覺 也是小友在Gaming Laptop上會有的東西 還要是玩3A大作的時候可以看到3D的感覺 不過這個功能對效能需求來說是比較高的 我就著這個功能試了幾隻原生支援這個功能的遊戲 以及試了幾隻不是原生支援的遊戲 開啟了這個裸眼3D的效果的體驗 大部分不支援的遊戲需要用到4K畫質 開盡了DLSS 調到最低畫質 垂直同步和有三重緩衝的話開啟它 這樣的話不少3A大作都玩得到 這個暫時是這個裸眼3D技術的限制 這裡就給大家參考一下 在MAS設定下我自己覺得最順給大家看 而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如果你喜歡哪個遊戲 玩不玩到就可以在這裡看 還有其他兩個應用 這個裸眼3D的功能 可以讓你在看影片的時候會調到全螢幕之後 就可以將你正在播放的影片做到裸眼3D的效果 實測一次拿來播放YouTube影片 3D感覺都強的 你也可以自己較強較弱 所以你如果喜歡看4K影片的人 買這部機就可以享受到裸眼3D看影片的效果 但要注意暫時在Netflix和Disney Plus上 是不能直接用這個功能 它會變成黑屏 甚麼都播不到 第三個應用就是它有一個3D鍵帽的檢視器 你在3D軟件 export的模特兒就可以放進去 它會將整個模特兒以裸眼3D的形式去呈現 另外如果你出了一張圖 都可以將圖調成全螢幕 再開3D令到它有3D的形式呈現 而如果你有相關專業需要的話 這部機都會給你一個這樣的功能 不過有一點值得提的是 用3D功能打遊戲也好 看影片或者做3D也好 用得久的話會不太舒服 但有些人本身會覺得用裸眼3D會比較辛苦 會有頭暈、作嘔等等的感覺 所以用的時候要盡量適當休息 以及盡量一次不要用太久 Acer Predator Sense的程式可以調的選項 除了RGB燈之外 也有Max Switch可以調獨顯直電 模式可以給你調四個 如果拔電的話就只可以用Deford Mode 而你也可以隨時用左上角的按鈕 去開動風扇幫忙散熱 程式介面上我覺得沒有大問題 不過我覺得程式會有一種Drop Frame的感覺 我只希望它會調一下這個位置 最後說說電量 90Wh 它這部機對節能調教的表現就不算出色 拔電的時候它的功耗都比較大 到最後這部機上面的表現一般 加上是Intel處理器 所以是更加值電的 今天看了這部市場上少有的 裸眼3D Gaming Laptop Acer今年的Helio 300這個系列做得更好 機身、效能調教和散熱表現都很不錯 如果以這部機嫌貴的話 又不需要裸眼3D 可以看回它不是Space Lab的版本 至於它這部機的整體體驗來說 它的裸眼3D功能是蠻特別 以及其實用落真的蠻明顯的 3D的感覺 不過用落都會有不同程度的取捨 大家又怎樣看這部機呢? 留言說下吧 喜歡我的影片就記得按下訂閱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有新影片的時候就會馬上通知大家 我是Wallace 我們下次見 拜拜